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 你结了婚 结了婚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都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叫小勇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涂磊当场骂他是废物呢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女友小婷的说辞 他就跟我说他们那边全都是男方管钱 让我把工资卡全部交给他们 以后要用的话再从他那里 确实也是这样子啊 我妈妈的钱也是给我爸爸管啊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拿了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弄为弊的 其实小婷和小勇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他们的感情很好 所以后来他们就商量了结婚的事宜 但是却遭到了小婷父母的反对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家说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他真正订婚的那一天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他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小婷表示当时 他一心要跟小勇在一起 于是不顾父母的阻拦 他一个人就搬到了小勇的家里 然后在小勇的老家办了酒席 他爸妈就是说 把我介绍给他们家的亲戚朋友 不是办的那种农村的喜酒是吧 没有 我当时候说 要他们家给我一个正式的婚礼 他们就说我现在就是在他们家里面 所有的亲戚朋友认识一下而已 正式的结婚酒 他说要等到我爸妈同意 以后然后等我们领了证再办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小婷表示他在小勇家里住了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经常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小婷表示刚开始小勇的家人对他特别好 但是后来他们就把他当成了保姆 而且还经常用他们那的习俗道德绑架小婷 让他上交了自己所有的工资卡 甚至就连当初那一万八的彩礼钱都没给他 那时候我去他们家那边上班 我就想用这一万八千多块的彩礼钱 买一辆二手车 然后因为每天上下班要一个多小时嘛 他爸妈就是死活都不愿意把那个钱给我 说他们家这里紧张 那个小店子要钱 这里要用钱 没有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他爸妈一下就拿出了十万出来了 还把我交给他们家的那个工资卡 卡里面的钱三万多块钱 全部都取出来 一并给了他 小婷表示虽然他把工资卡交给了小勇 但是那毕竟还是他的钱 可是小勇和他的家人 根本就没问过他的意见 然后就私自把钱取出来给了他表弟 这让小婷的心里十分生气 那当初为什么我要用这钱去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呢 那二手车没必要买了 我不是答应给你买辆新车吗 新车我看到了吗 我有吗 你妈把那一万八千多块钱都拿回去了 然后我找你爸妈要这三万块钱 别的我也不多要 我就是说把我交给你们家这三万多块钱 我要回来 小婷表示那个时候 他刚到小勇家里两个月 小勇和他家人就要他上交工资卡 虽然他的心里很不情愿 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于是只好把工资卡交给了小勇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此以后他就丧失了所有的自由 这一次我跟我同事去逛街 我想买个两百多块钱的服务品嘛 因为我去他们家以后基本上没怎么保养 脸上都起皮了 我就说买一个好一点的 回家跟他说 我说我要两百多块钱去买个化妆品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你这皮肤要用两百多块钱的吗 靠时你们十块钱就可以了 本来就是啊 我妈妈他们也就用十多块钱的 两百多块钱的那不是浪费吗 小婷表示谈恋爱的时候 小勇对他特别好 而且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所以他怎么都想不到 婚后小勇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跟我同事逛街 然后饿了嘛 买了那种小蛋糕 然后还有一些就剩了 带回去给他和他爸妈吃嘛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 她妈把我说了一个月 说我浪费败家 然后跟所有的人都说了 你就买了这么小一个蛋糕 要十几块钱 那他们就是爱姐姐的 那肯定会说了 我又不是天天买 我只是偶尔就买那么一次 为了这个事情 她妈以后还让我天天回家 按时给他们家做饭 然后也不让我出去跟朋友聚会啊 去玩啊去逛街 小婷表示小勇的家人完全限制了她的自由 而且也不管她是否愿意 可是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其实不足以造成小婷想要分手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竟让小婷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呢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拿了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弩为弊的 那个事情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再说呢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我对你妈妈态度还不好吗 我以前也是把她当婆婆一样的孝敬 但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把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菜 再去睡 小婷表示她对小勇的母亲 像亲生的一样 但是小勇的母亲却不把她当人看 甚至在她生病的时候 还让她去给一家人做饭 然而对于小婷提起的这件事 小勇表示这完全都是一场误会 妈妈他们就有点什么小瘟小病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了 在座上我拉点 我拉点 干嘛不干呢 每次我累的时候想让她叫 她过来帮点忙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过去 她说我儿子很宝贝的 这不能干 那就不能干 我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 凭什么就让我干呢 小婷表示有段时间 小勇突发奇想就要跟朋友创业 然后每天都出去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 她就劝小勇少喝点酒 但是没想到小勇和她母亲一起骂她 这让小婷的心里十分寒心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我为了这个事情跟你吵架 你妈妈帮过我吗 你跟你妈妈总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来 说我责骂我 而主持人在听了小婷的这番话之后 她瞬间就感觉荒诞无奇 然后立马就询问了小勇是否属实 小勇表示他们的习俗就是男的管家 而且他平时还要忙自己的事业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做家务 于是主持人看到小勇的这个态度 忍不住替小婷开始打抱不平 你忙什么事啊 你在不失业吗 是啊 所以我现在我要到外面去到处跑嘛 跑什么呀 这不是我要创业嘛 你为什么要创业啊 跟朋友打交代 然后要赚钱嘛 要养家嘛 他有问你要过钱吗 他有时候也问嘛 他以前他就有那种乱花钱的习惯嘛 乱花钱可是他的钱不都交给你们家了吗 他花什么呀 所以说我现在 所以说什么呀 小婷表示当初他之所以跟小勇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小勇为人特别真诚 可是通过这一年的相处 他发现自己当初的义无反顾就是一个笑话 后来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于是便对小勇提出了分手 但是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小勇竟然用工资来要挟他 但是他在我们那里已经搬过酒席了 那基本上已经是我家里人了 算是结婚了对吧 按你的说法对吧 当地习俗能离婚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地习俗离婚的时候分财产吗 分 分吧怎么分 怎么分吧 主持人表示既然小勇那么尊重习俗 那么他们就用习俗的方式离婚 虽然小婷他并不在意小勇的钱 但是毕竟他们还没有结婚 这已经是他最大的权益保障 其实中国人最好的习俗是什么呀 你没婚嫁的时候就住人家去了 中国有句老话 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混乱 我们没有想清楚 没有想明白 虽然他们的爱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但是小勇他们家没有成见 一而再地降低财力 根本没有把小婷和他家人放在眼里 可是小婷受到屈辱之后 竟然在没领证的前提下就搬到了小勇家里 既然一开始小婷就没尊重自己 那么他又怎么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呢 而图磊在了解了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以后 对于小勇的态度和行为勃然大怒 图磊表示小婷气质优越又有工作 而小勇仅仅只是一个无业游民 所以小勇根本就配不上小婷 然而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 其实小婷的父母有很大的责任 你的父母的质疑反对和坚决的那种跟你的争吵 促使你更快的走入了火坑 图磊表示因为小婷父母的极力反对 而那个时候小婷又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所以很容易就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 然后就铁了心的要跟小勇在一起 可是小勇不仅不爱护小婷 反而对小婷满不在乎 所以这让图磊当场大发雷霆 我就不明白 一个没有工作 在家里也不干家务 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他怎么可以结婚 还怎么可以找你 你怎么看上他的 就这么一个男人 他居然可以在家里耀武扬威的 扇你一个耳光 可以跟你说就你这脸 你也配擦200块钱的护肤品 他怎么配说出这样的话 图磊表示上赶着不是买卖 而小婷就是那个不自爱的人 由于他迫切的想要搬到小勇的家里 所以才会被小勇的家人轻看 那么他今天的遭遇完全是咎由自取 你急于求成 死就白了得要住在人家家睡 那你显然就不值钱了嘛 父母一定跟你说过 南方家不重生 不要嫁过去 如果那个时候父母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而是平心静细的跟你聊 你也许没有搬得那么快 但是你当时为什么那么认准 你就要搬过去 是因为你满心的希望 这个平时可以低下来给你穿鞋 看着你脚磨破了心疼的男人 会在家里面一样始终如意的把你当做宝贝 但是你了解他 如果你事先就了解他 他在家里面就是个妈宝男的样子 你会嫁给他 图蕾表示小婷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在他对小勇了解还不够的情况下 奋不顾身的就去了小勇的家里 然后就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悲剧 而小婷为小勇牺牲了那么多 小勇的心里却没有任何的心疼 这让图蕾替小婷感到特别愤愤不平 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你结了婚 结了婚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都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你啥也没干嘛 说你干嘛要结婚呢 小婷表示自从他决定跟小勇分手以后 他立马就从小勇的家里搬了出来 由于他当时走的时候跟父母吵架了 所以现在根本不敢回家 然后他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而图蕾在听了小婷的担忧以后 立马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父母不会不原谅你 不要置气回家去 难道非要父母低下脸来求你吗 都是你自己的错 我觉得我当初没有听他们的话 我都觉得没念回去 其实小婷一直不敢跟父母说她的事 所以父母也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 但父母和子女之间根本没有隔夜愁 只要小婷愿意主动回家 那么她的父母一定会原谅她的 所以小婷可以勇敢放心的往前走 而小勇在听到这些话以后 立马现场进行了反思和道歉 我之前对你的那个做法可能是不对的 让你到我们家受了委屈 我来你会跟我的家人说 小婷表示在她跟小勇生活的这一年 她没有一天是开心幸福的 而且她也看不到他们未来的希望 所以在她经过认真的思考以后 最终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 其实在这段感情里 小勇对小婷始终都有亏欠 希望通过这次的事情 她能反思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然后放手还小婷一个自由 而小婷也应该回家向父母道歉 以后在找对象的时候 父母也应该跟子女心平气和地交流 双方都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这样幸福才不会离他们背道而驰 请不吝点赞订阅